我们人就是什么事情都想听都想看 动不动就看人家的表情 动不动就观察别人 有一个叫小李 咽喉不大舒服 医生让他去招了个X光 然后他拿着X光放射诗 写的诊断和片子去给医生看 这个医生看到他的X光的诊断报告之后啊 就开始摇头 表情特别凝重 嘴里 哎呀 哎呀 真的 这个小李的心啊 马上就抽了 用现在话讲叫挖凉挖凉的 各种想法涌向心头 他非常颤抖的问他医生 医生啊 我没救了吧 医生非常愤慨的说 你没病 就是现在年轻的医生 写的字要靠猜才能看得懂 闭上眼睛 不要去想 不要去怀疑 你自己心中自然放下 现在我们很多人上班 一到office 看老板的脸色 看所有的人的脸色 看看老板今天不开心了 对面那个 staff对你不好了 马上就紧张的来 觉得哎呦 我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我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讲我 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一问 人家家里刚吵过架来上班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家庭的破裂 就是每天怀疑对方引起争吵 遇到委屈 难过烦恼 请你们坐下来 闭上眼睛 心中默念佛经 看不见听不到 人间的烦恼 这就是佛法当中的 生生的禅定啊